真正的修为是你走得越高 你就要越前进 越要去帮助别人 这才能称之为侠 我觉得人生它是有时起有时落 就像那个《爱平才会》那首歌一样 就是你就看着它起起落落 但你的心依然是放在中间 你就看着就好了 不要跟着它起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控制不到说完全的平静 但起码是不要大喜大悲 是的 并未会在一起 整个人不快 这个人呢 你这也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在这个时候 自己怎么样去把握自己的内心 它也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不要飘不要怎么样 那是大的方面 但小的方面就是 对待每一个人的他的状态 对你的态度 然后你怎么能把持自己内心 你怎么能依然是以你修行的 一种方式去回应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讲白了 我基本是把它当作一个助燃剂 就是它的来的越大 对我修行帮助越大 倒不是说有些可以给它完全地化掉 但起码能做到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我是始终觉得到什么年纪 做什么年纪的事 这个是人生是一定要看得清的 否则你的欲望是无解禁的 我的野心确实没有那么大 我比较 首先注重家庭 有孩子之后 把绝大部分时间放在家里面 等于每个孩子从怀到出生 那段时间到做完月子都不接工作 其实我们圈中来讲 就觉得失去了好多机会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和孩子 所以只能说什么为主 就要看得清楚 但是你说自己努不努力 其实也很努力 也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工作 但是命来讲它起起落落 它就是这样子 就又回到修行人的角色 看淡它就好了 但起码现在我是活在当下的 我是对现在的状况非常的满意 厚度就是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我觉得首先它把人得做好 无论你从事任何行业 这个人要写不好的话 那肯定不会成功的 就是某一行业你做到拔尖 那也是不成功的 我觉得人完美是要有个幸福的家庭 幸福家庭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这个家子能承载万物 所以中国古话叫家和万事兴 这才是幸福美满的人生 同时他们和万事甑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